女色接近多的人从脸上可以看出来 中医是怎么从面相上来看好色之徒的 尼海莎一些话令人细思极恐 正所谓笑嘴心声 银邪的经历和恶果会写在一个人的脸上 从命相学生讲 贵人有贵相 命间必有因 往往好色纵欲的人 最容易感到各种业障灾祸 如果一个人沉溺银邪 脑子里乱想的话 那就是离这灾难就不远了 中医鬼才 尼海莎表示 银邪的恶习往往不为人自知 但是很多身体内的精华就被消耗了 这个过程你的运气不断被推逝 甚至还会影响周围人的福报允许 中国面相学自古就有 天庭饱满地隔方圆的神威观 古书中讲银邪中的人 从脸上就可以一目了然 如果一个人两眼无神 眼下轻瘀 眼圈发黑 多半就是隐喻心非常深重的人 一个人肾经不充足 脾胃之气就会衰败 表现在外在就是神气不饱满 身心空虚 情绪低落 同时心情都是浮躁的 脑子都是混乱的 久之身体就会衰败 思维变得迟钝 容易做出各种各样的错误决定 容貌也跟着猥琐 悔安 这叫做心火抗生 渗水不足 因此两眼便无神 眼圈发黑 比如罗志强就是拥有这种特质的人 他因为前网红女友周扬青 爆料真实人设后 人们才知道他的真实面目是个多次劈腿 与多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人 与他各个行程几乎无缝陷进 经常熬夜 三四天不睡觉 因此即使工作 经常需要每天换一个地点 他依旧能和旗下的女艺人 导致各种暧昧关系 都说塑字头上一把刀 银鞋的人 会出现不好的面相 并不是夸张 肾气充足的人 眼睛清澈明亮 而肾气不足的人 两只眼睛长长游离 没有定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跟这种人交往 一定要万分小心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当一个人 阳气渐渐退去 阴气渐渐增长时 再加上经常 与各种不同的女人打交道 就会导致水火不济 阴阳不平衡 很容易被一些 不干净的东西上身 如何通过面相 看一个人的阴邪程度 你海煞一席话 直接点名 好色之徒 俗话说 三十岁之前的相貌 是过去生意力决定的 你累生累世的福报 积累得多 样貌就生得好 而三十岁之后的相貌 是今生自己造的 如果你今生今世 积德行善 三十岁之后的 经济神和状态 都会有很大改观 你海煞表示 这话一点都不讲 皮相也能看出 一个人的内心 通常情况下 经常淫血的人 久而久之 容貌得完全走样 人越来越丑 越来越没气质 甚至拖也都是有臭味的 俗话说 经济神是人身的三宝 精化气 气生神 神欲行 从中一角度来看 人体的能量 大量丧失之后 头发就会变得干枯 偏褐色 毛躁 每天洗头 都要透露很多梗 这便是五脏 被掏空的表现 淫血心中的人 头发长肮脏油腻 暗淡如光泽 这是因为 脸是五官的镜子 而肾为五脏之根 肾卓尔 其容在发 所以头发黑不黑 是否润泽 与肾相关 有的人年纪轻轻 就开始掉头发 这就是淫血招致的不良后果 肾中精气 是人体的根本 而头发在中医上的别名 叫做血之鱼 肾气不足 脾胃两须 都会导致毛发 失其如痒 气血 身化无缘 故而化白 因此淫血中的人 不仅会反映到脸上 还会反映到头发上 如果不重视的话 整个人久而久之 都会出现衰败之气 而当一个人 因淫血的时候 其他一些诸如贪婪 凶恶 激动 傲慢 嗔恨 生气 烦躁的毛病 也就浮现出来了 与之交往的人 也会沾染上 非常严重的果报 终于将欲望 成为项果 最好原精 淫血的念头一起 人们就会想方设法 满足自己的隐喻 而真正有定力的人 则避之唯恐不及 尼海沙老师说 天下多半的人 都是未尽天年 而提前往事的 我们在古人的一案中 每每看到 人的淫血偏重 厄运也会频频降临 古代名医 治病时认为 淫血对人的精神 和形体的影响都很大 因此 对于一些虚劳 萧可等慢性级别 往往要求 病患临渊之退 妮头之反 让他们清心寡欲 或是到寺院 妙宇中敬养 淫血过重 会沾染什么因果呢 泡色之徒 都有哪些隐形的果报呢 一个人一旦种下了 淫血的恶的种子 必然会出现 种种不如一事 尼海沙表示 人有三十虫 在头部 胸部和生殖处 淫血多的人 云精气神 消耗就越重 身体里一类虫子 就开始啃食 私咬 专门吃人的 鲜甜的精气神 与此同时 还会分泌出 青色液体 令人心神晃语 口臭 落化 身体发出臭味等 如果你一旦产生 淫欲妄想 生出激动情绪 这些元精 元气 元神的能量 就会被吃掉 令接近的人 生嗔恨 烦恼 厌恶之心 人就显得很灼气 身上也有臭味 所以佛经把这个世界 说成母浊 古训上说 淫血上影响九祖 不得超生 下影响七玄子孙 不得护佑 虽然人是护欲而生 都带着欲望 但你越偏举着 这男环女案 灵性越下降 只有这些贪灼 去除后 人才真正清爽了 正所谓 福祸无门 为人自找 身体亏衰 心里自然就阴暗 因此圣贤才教人 收敛银心 赡养心神 身心之间 是相互影响的 所以修行之人 除了要吃素 念经 还要忌断银欲 积累银德 印光大师认为 世上的人 十分当中 有四分 是由于色欲而死 我们一天当中 有无数念头 凡事有念 必在罪符之中 银邪即是被一切 福德正气善神 顾法之艳丽 所以说 银邪能从脸上看出来 还有一种说法是 美是眼耳 鼻舌深意的 瞬间射手 菩萨们 庄严书上的相貌 并不是偶然得来的 我们看到的 每一尊佛菩萨像 结书胜绝了 是因为他们 每修一百佛 才庄严一项 令人见之 顿觉可亲 可惊可信了 菩萨修行 要经过一百大戒 才能成就向好 激发起来 败者的恭敬心 清敬心 喜悦心等 所谓相 并非一定要冒比天仙 才是好 人人都说 好女如佛 通常 佛有手指细长 一副润泽 身形端指 两肩圆满 两甲龙满 尺白 奇蜜 等三十二种相 除了先天的五官形状外 你有什么样的心境 就有什么样的面相 所以拜佛就是拜自己的心 恢复和重塑自己的 菩萨相 而银邪这种极其削弱福报的陋戏 还是应该尽早解除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